郭偉亮自認自己好鹹色 郭偉亮日前就出席產品發貨會 她透露已經有兩年沒有剃過鬍子 自己都希望轉一下形象 那你在之前演過的角色當中 又有沒有要求你留鬍子去配合呢? 有,我剛剛拍完出《老粒》 那個大亨我問火火 我們要不去剃鬍子 她說不用了 我要你這個鬍子 因為她比較鹹色 我不知道鹹色和劉蘇有什麼分別 我以為劉蘇會比較中肯一點 誰知不是 此外,當我問到她有沒有覺得 劉蘇令她變得鹹色 她就坦然自己年輕的時候已經很鹹色了 我人都挺鹹色的 本身是嗎? 但當時已經是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不鹹色了 現在也是鹹色的 但卻沒有那麼鹹色 當時真的很離譜 你下次問一下葉劉蘇問吧 你問一下葉劉蘇問吧 我剛剛跟她拍拖的時候 我都挺激的 好啊